你好 欢迎收看11月30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如以贵 国民党花联系党部大门口 设置了一张大型的反莱猪文宣广告 而30号的早上被发现被人喷漆破坏 警方锁定了犯嫌 花联警分局分局长郝新成他表示 由于国民党已经决定以回损罪来提出告诉 因此嫌犯落网之后 会刑法来移送侦办 花联警分局分局长郝新成表示 巡逻援警30号上午8点多 发现国民党花联县党部反莱猪文宣看板遭到破漆 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 由于国民党县党部已经提出将以刑法回损罪来处理 警方过滤涉案人员之后会依刑法进行移送 那大概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 那我们分局同仁巡逻的时候 发现花联县国民党部 有关相关反莱猪的这个文宣看板 有遭到破漆 那这个部分我们花联分局 现在已经组成了专案小组 我们会来全力追弃相关违法的一个行为人 那党部目前这边有提出刑法 毁损罪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呢 在过滤相关涉案人员以后呢 我们会依刑法这边来做一个移送 对于这起事件 国民两党双方也表示 民众可以表达意见 但是不应该用暴力手段 我们主委张俊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呼吁所有的民众跟乡亲 要理性来看待所有的问题 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那或许 因为它被拨的是绿色 有其他的延伸的想象 那但是我们民进党 花联县党部这边 对于这样的部分 我们也是对他们表示 谴责希望不要用暴力破坏的方式 来去表达自己的民族 那希望能够多用沟通 理性来去把这件事情 做个人意见的表述 花联警方张案小组已经掌握 按况全力追弃涉案的犯贤 警方也呼吁民众 民主社会应该尊重多元的意见 不要预阅法律红线 对于任何违法违续行为 警方都会从严就办 绝不宽戴 大华林新闻综合报道